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此前的32强战中 党一飞淘汰了韩国第一人李适时九段 爆出一大冷门 15号 党一飞的16强战的对手 是中国等级分排列第一的谈笑期段 结果在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大结争中 党一飞再一次笑到了最后 在同一个比赛中 连胜中韩两国的第一人 党一飞的胜利已经不能再被称之为暴廊 16号 第一场八强战 面对曾经的韩国天王 世界冠军朴永逊九段 党一飞继续扮演了巨人杀手的角色 直黑213手屠龙大胜 率先闯进四强 同一天 两位中国围棋的豹子头 朴文尧和陈耀叶 在八强战中提前遭遇 结果朴文尧直白中盘获胜 第二个晋级四强 17号 韩国棋手白红西立刻中国的周瑞阳舞段 为韩国队在四强中保留了唯一火种 好了 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 我们接下来呢 还是要请上王源八段 为我们继续带来围棋古典名著 繁育药处总绝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可以一起欣赏 诗乡下的繁育药处总绝 今天要学的要聊的两句是 精华以劫多堪气 劳意攸关少意图 那么这两句话呢 实际上我们就从这个 按照生活常识来理解它 就很容易理解 它是很通的 就是精华以劲了嘛 那么你再怎么样这个棋子都可以不要 精华以劫多堪气 劳意攸关少意图 那么就是说事关双方的劳意 这个劳意呢还超越了生死 不是棋盘上的一般的生死 就是活棋死棋的问题 因为活棋死棋啊 还不一定是棋盘上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有些棋咱们是可以弃掉的 所以他说的是劳意攸关 那么好 我们先从棋盘上一个定式来看看 这个所谓的劳意攸关 请大家看棋盘 劳意攸关少意图 假设呢有这样的定型 我们各位棋友可能也见过 就是在大飞挂的时候 也许黑棋会用这个 尖冲的方式来扩张这边 他当然是首先这边必须有棋子了 那么下成这样之后 也许他下一招是 逼住 白棋 贴起来 这都是定式变化之一 最原始的定式呢 就是黑棋冲完了之后 再三三双回去 好了 在这个棋行当中就有一个所谓 劳意攸关少意图的这么一个选点 如果对这个定式不了解呢 一般的棋友会想着 这个跳出来就是很好的 但是呢 他跳出来之后将会被黑棋二路接 白棋必须接上 这样呢 黑棋是先手挤压了白棋的眼位 虽然这个下法白棋也不是不可行 力量黑棋非常强的下法 还可以直接在这罚站 就盯着你这个挖断 那么这个具体的变化 我也不做过多的纠缠 主要是讲这个劳意攸关 所以呢 这个地方眼位被人家挤掉之后 而且是先手啊 这个白棋整块棋呢 行动不是很畅快 尽管这样也可以下 所以更多的下法 白棋并不是非常阴阳的来跳这个 而是小心翼翼的到二路去监护 这个地方呢 就基本上可以说成是 劳意攸关 少意图 看上去少 看上去小 实际上非常大 走完这个之后呢 这个白棋 他的根部的情况就完全改善了 当然作为定式呢 简单给大家啰嗦两句 请大家看棋盘 作为定式 一旦这一点被人家占到 那么黑棋就必须调整他的方向 他就不能挡了 因为一挡 这个地方已经成为白棋 的先手一只眼 如果刚才被尖刺到呢 这个地方是后手一只眼 整整 差了半只眼 这个就差多了 所以只要白棋 真的到这来尖的时候呢 黑棋就会转到上边去搬 以下作为定式的变化 是白棋出头 黑棋再长 白棋再长 这样白棋上边就活了 但是黑棋这边 这个外式也不错 这个就是所谓的定式 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说到的 第二句话叫做 劳一幽冠少一图 这个道理呢 我们大家也是很容易懂的 那么精华与节多看器 我觉得呢 诗相下更多的是在强调一个弃字 弃所谓舍得舍得嘛 你只要知道舍 那么你的视野就开阔了 在围棋盘上也是这样 你只要知道气啊 实际上我们看的棋就非常多 眼界就非常广 下边呢 我还是想通过一盘棋 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精华与节多看器 就是有了气 这个观念 这个意识 甚至这个信念 信仰之后 我们这个围棋就下得非常宽了 如果你到处都不舍的话 你就灯打不开 好 我们要看一盘棋 这盘棋呢 也是最近非常有名的一盘棋 请大家看棋盘 这盘棋呢 是最近2012年3月17号 第四届BC卡杯 世界围棋锦标赛32强 我们中国的15岁的米玉亭 对韩国的顶顶大名的李昌浩的一盘棋 这盘棋非常精彩 但是呢 它的精彩的内容当中 主要是可以用一个气质 把它穿起来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刚才要给大家介绍的 叫金花一节 多堪气呀 请我们来看 黑棋是我们的米玉亭 15岁 白棋呢 是李昌浩 大名鼎鼎的李昌浩 我们看看他们这盘棋 非常精彩的内容啊 这是3月17号刚刚下过的 白棋李昌浩挂脚 我们15岁的米玉亭 简简单单的印 白棋李昌浩飞 黑棋小坚硬 白棋拆回去 很普通的开局 很快 待会就变得非常的精彩 黑棋下一招挂 白棋小飞硬 然后黑棋转到 左上角的外边挂脚 白棋呢 二路飞收根 这也是各种定势之一 下边一招棋 黑棋米玉亭 这个少年棋手 先把这个子拉回来 当白棋下一招 逼住的时候 黑棋在调转枪口进入上边 虽然这个梭是梭的论文 好像很热闹 实际上呢 这些下法也基本上算是定势 可是很快就出现了非定势 白棋肩顶 黑棋长 那么下边一招棋 白棋一飞断的时候呢 看上去是黑棋这两个子也不太好 这两个子也需要处理 下边一招棋呢 李玉亭在这边撞 李昌浩九段当然是搬 这很精彩啊 这会儿这一招棋 小米下的这一招棋 就是在高手棋谱当中 从来没有见过的 下边一招棋呢 白棋搬完了 黑棋竟然是到二路去反搬 就是拿一个出头啊 一定要给他根部给他掘进去 但是呢 随着白棋下两招棋一下 白棋一叫吃 黑棋一长 白棋再一叫吃 我们发现呢 实际上刚才黑棋这个连搬啊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还是一个气 他就要利用这个搬进去的棋子 气掉它 然后寻找处理自己这一代黑棋啊 看上去要被白棋进攻的 这么一种相对比较困难的场面 他要寻找一个发动机 只有气掉一个子 也许才会有一些头绪 至于说到为什么白棋这一代这么主动呢 我们只需要看一看黑棋的这一线 就行了 因为黑棋的右边到下边 是黑棋极其主动 这个也是全局的一个所谓能量守恒 好 我们接着再看棋盘 看精彩的 以气质把这个精彩的局面串起来 它是怎么串的 好 请大家看棋盘 下边一招棋呢 黑棋叫吃 白棋呢 下一招棋当然要提 因为它不能接 一接的话黑棋下一招再从这儿叫吃 两边立二拆二这块棋都快活了 那么李昌浩九呢 当然是把它提掉 提掉呢 这个小米啊 当然是闷着 先一巴掌给它抡下去 这个棋不能打 只能接上 然后黑棋下一招叫吃 这一叫吃看上去形成了真子 但是这个真子 我们一看呢 明明是真子不利啊 所以白棋是可以成的 这会儿黑棋在深东及西啊 从这边来尖 寻找头绪 这一尖当然白棋一定要把它切断 李昌浩一定要切断 切断的时候 黑棋咔嚓 也把白棋切断 接上 紧接着下边一招棋 黑棋下得非常漂亮 它是紧贴着这两个黑子 然后呢 这会儿就说对不起 下一招棋我把你蒸掉了 所以它这一紧贴的时候呢 作为反击 白棋这个拐是必然的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知道 为什么刚才我先给大家说 这盘棋非常精彩呢 现在这一代已经是千头万绪了 需要有力量 同时呢 在这种千头万绪扭杀的局面当中啊 高手一定随时要有取 要有舍 一定要有这种 如果你没有舍 永远是什么都不放的话 这棋没法下 到处都非常被动 好 我们再请 请大家再看棋盘 当白棋拐出来的时候 下一招小米当然是扳住 这两个子呢 白棋是想舍 但是没法舍 为什么呢 你要舍的话 下一招他吃这个 吃得干干净净的 脚上你还要补 你不补的话 诗箱下教了一招 叫行方必去 这么一点 你就浑身疏软 补呢又没法补 没有好心可补 所以呢 这个地方所谓叫做硬着头皮 也一定要给他撅出去 叫吃 黑棋当然接上 这个地方不能滚打包收 这个是亏的 然后再拐出来 黑棋再紧接着贴 我们在看这么精彩的棋局的时候 还一边要想 想着这个线索 就是这是我们15岁 15岁左右 16岁的米玉亭 和大名鼎鼎的李昌浩 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 切磋的这么一种棋局 真是如果不说对局者 他的年龄的话 年龄和姓名 你真是想象不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的职业 年轻高手他们的棋非常好 姿质非常好 好 请大家看起来 一爬 再一顶 现在开始双方就像顶牛一样 白棋下一招再从这儿冲 哎呀 这个棋下得太精彩了 接着下一招棋是以劲带动的好手 小米下出了这个斑 这招棋太好了 两边都有很多种下法 就是黑棋既可以这样吃 也可以这样吃 这边的黑棋也可以这样斑 那么黑棋保留着不动 单斑以劲带动 白棋这个不能挡过来 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这一出头挖下去怎么玩 两边都要死 所以白棋也只能以劲带动 单退 同时白棋也不能双叫吃 双叫吃他这个是先手 这不是把你闷灯蜜了吗 因此白棋只能尝 尝的时候黑棋不是吃这个出头 他又从这边顺势出头 这叫借势出徐州 冲 哎呀 这棋真是太精彩了 下一步再冲 这要闷死 不行 所以白棋只能尝 下一招黑棋再贴出来 下一招棋这一般 把这个地方全部闷死 或者呢 这个地方一蒸 看上去 哗啦啦 从这边全部蒸掉了 就在大家觉得 哎呦 这个黑棋下得漂亮 就要成功的时候呢 再一看呢 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 问题是白棋的下一招这个切断 李长浩九段这招棋呢 可能是被纠缠的时候下的 也许还有别的下法 这招棋有可能是单长更好 那么李长浩九段选择了这一招 这会儿呢 满以为米玉廷要吃这个吧 但吃这个呢 实际上这边也很苦 这边黑棋也很苦 蒸掉这个之后 将来人家还有这个吃 再一冲 把这三个棋竟可以吃掉 结果呢 小米在这下了一个下法 也是非常好的 他是斑 换句话说 针掉这四个子这么大的棋 米玉廷也知道是可以舍的 可以弃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 诗相下的梵玉要求总结当中 说到精华以杰多堪弃 这个弃字啊 一定要灵活的去理解它 就是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啊 这个弃是好多东西啊 或者说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弃的 在棋盘上 如果领会到这一点 我们下棋以后更自由了 好 请大家看棋盘 看棋盘再给大家摆几照 这盘棋非常精彩 当然很遗憾 今天就不能给大家摆完了 那么黑棋搬 李昌浩当然看上去是 先手解消这个争子啊 很高兴 但是先手解消之后呢 又带来另外的问题 就是这个地方 白棋必须要补了 因为他撞了一气 所以他是先叫吃 把这个打中 然后再把这个吃掉 这吃掉的时候呢 米玉庭又把这个吃回去 这样一来呢 这一代黑棋获得很大的利益 那么下一刀 白棋必须把左上角 这块棋做活啊 做活的时候 黑棋再叫吃 哎呀 这叫吃 也叫吃得李昌浩啊 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们说围棋盘上 充满了辩证法 有的时候叫匹吉泰来 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呢 你看这样的棋形 明明是白棋把黑棋 这两个子棋已经吃掉了 当黑棋从外边叫吃的时候 你发现白棋非常难受 为什么呢 他不能走这个 你走这个 人家这顺便又叫吃一下 你又走什么 当黑棋把这些棋子 都当成棋的时候 他的视野就豁然开了 那么反过来说 白棋要走怎么办呢 他只能把这个提掉 这一提掉 黑棋下一招再一跳 请大家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面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修题了 看这个盘面是怎么回事呢 黑棋这一块棋处理好了 有空 这块棋呢 当然托儿代女的出来 他没有眼位 并不是完全很好 但是毕竟这一代实力很大 同时这块黑棋也不受攻 搞得不好 他这还要形成外事 关键是我们看 中府吃掉黑棋三个棋子 这是米玉廷的一个舍 舍完了之后呢 将来哪一天 说不定黑棋有这个棋啊 对不起 这块白棋还没活呢 所以千头万绪的局面当中呢 实际上我们16岁的米玉廷啊 他的表现非常非常好啊 行 今天我们聊到的是 精华以结业多堪气 劳意攸关少遗途 如果我们大家能够从 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实现下的这些 非常好的总结的话呢 我们的棋域水平一定能够快速的提高 好 下次再见 感谢王源八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上的是王玉辉七段和陈莹出段 他们将为我们详解BC信用卡杯 世界围棋公开赛 我们的小将党一飞 立刻朴永迅的屠龙之举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第四届BC信用卡杯世界围棋公开赛 八强战的对局 水我们中国的党一飞四段 对阵韩国的朴永迅九段 那么这一场比赛呢 是八强战的一场比赛 在前不久举行的32强战中呢 是党一飞战胜了韩国的等级分第一名 李氏十十九段 在十六强战中呢 党一飞又战胜了同胞棋手 中国的等级分第一名 谭孝武段 应该说在此之前 他的成绩是非常的理想 对 而且呢据说啊 朴永迅马上就要跟这个党一飞变成队友了 他要加盟四川队 打围仪 是是是 那么朴永迅呢 也是有着韩国新四大天王的这么一个美誉 曾经两次获得了富士通杯的世界冠军 实力呢也是非常的强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这盘棋 看看党一飞能不能冲击一下 他这个将要的队友 新位 党一飞的黑棋 新小木二连星 对 采用了这么一个 新和无有角的一个开局 这个开局应该说和中国六一样 在这两年呢 也是在职业棋手的队局中非常的流行 很多比较用功的职业棋手呢 对这样的布局和集棋后面将要发生的一些变化呢 是研究的非常的透彻 今天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一会儿 对 好像我们最近啊看中国流看多了 这个布局慢慢的就少了 其实还是有很多新鲜的变化的 而且呢有一些变化是非常的有趣 比如说这个先挂角是不是就有它的用意 有的 这个挂角非常的有趣 对 我想大家看了下一首之后呢 一定能猜出它为什么能 为什么要先挂角 这个打入 就 我第一感就是要引征 但是具体它引征在哪儿会出现征子 我也不知道 王老师你跟我说是吧 对 这个其实确实有意思 陈妍一般来说呢 当你 如果是你在下棋啊 你在遇到对手来打入你的时候 这个局面你第一感是走在哪里呢 第一感是拖一个 是 我相信 几乎99%的职业汽车 可能第一感在这里都是要会下这个拖 对 那么就这个拖呢 我们就可以来解释一下 刚才陈妍所提到的这个引征的话题 实际上大家在这个挂角的时候 如果很空泛的在谈引征 那征子在哪里还看不到 是吧 但这个打入和拖交换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征子 这个时候呢 作为在这边要 即将发生的战斗啊 黑旗要做准备呢 这里要先挂一下 当然在这个位置先挂一下 这边也要先挂一下 对 压一个 这个时候 实际上这个挂角呢 是不起到引征的作用的 只有当这个挂角挂到了以后 才能对这边即将要产生的战斗呢 起到引征的作用 嗯 那引征在哪呢 对 我们来看 黑旗这时候搬 搬 我就断掉 吃 这个都是必然的棘手器 从上面吃 是 盖住 然后断 断掉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 如果这边都没有紫的话 实际上这个断呢 是多少有些过分的 白旗可以打出来 哦 就直接打了冲出来吗 白旗可以直接打了冲出来 这样的话 黑旗其实是有一些难办的 嗯 这个局面下不太好下 对 现在就看见了一个征子 如果你吃白旗跑一下 然后再一争 再一打吃 直接就争掉了 嗯 所以黑旗在这里挂的 这个这里挂和这里反加的这么一个手段呢 就是为了要把这个征子的手段呢 给提前防住 这个是黑旗的目的所在 嗯 那有了这个交换之后呢 这个征子就有力了 是 是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这里有一个黑旗的时候呢 这边的征子 白旗就不能够再这么去打出来了 嗯 那好像最新的变化 它们点三三的比较多 对 这个确实是这样啊 我们需要在这里 给大家提个醒是什么呢 在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 学旗的那么一个环境里啊 碰到这样的一个段呢 定式大概都是这样 打吃完了 那以后 拖的 哎 拖脚 嗯 拖脚 然后呢 黑旗只有接 然后 黑旗只有接 因为走别的的话 背一拐已经死了 然后白旗长进脚 嗯 然后这时候可能稍微好一点的手段就是 顶出来是吧 对 但是这个局面下顶出呢 多少还是带着一点 一点勉强的一种 一种味道 嗯 白旗不知道能不能拐下去 拐下去 然后再断 嗯 然后 跳一个 嗯 这样的话是 这样的话会有一个比较 比较有趣的变化 首先直接挡是怎么回事啊 直接挡的话 这地方你不冲这一下会有问题 啊那还是冲掉吧 要先冲 嗯 要先冲 好 对这个棋呢 在职业棋手的研究中啊 会研究比较深 对再爬 这个变化非常的有趣 可以断 断你只有吃 对 只有吃 然后白旗翻吃一下 这个棋呢 说实话我只是在研究的 就是在职业棋手的研究会上啊 看到这样的变化 真正的实战中呢 还真的没有见到哪位棋手下出来过 大吃 你只有接 对 然后后面的棋很关键 后面你得先弯一下 然后弯完了以后要自做一个 哦 打这个缓棋节呀 对这个还也不能算是缓棋节 哦 等等 在这个之前呢 在我们走这些棋之前 你得先断一下 黑棋得先断一下 否则的话呢 白旗就不做了 白旗直接扑进来 把你打 就给打死了 打这个节 对 如果你黑旗不肯 提前做断的一下子交换 白旗直接扑进来以后 这个棋 黑旗肯定是全盘无节 嗯 所以你要先断一下 这个断肯定是有点损的 然后在所有的变化呢 再走成这样 白旗就只有弯了 对 然后走这个 对 白旗可以提 我提 你提这个 提这个 这个时候呢 看黑旗 看白旗在这边 能不能找到一个 比较理想的节 把黑旗这三个子都吃掉 比如说可能靠这个 靠这个 这个好像还 没吃掉 对 还不一定吃得掉 如果你要是拐的话 它可以弯出来 对 那就是说白旗在这 还不能着急开这个节 要先做一下准备工作 在这个时候呢 黑旗 黑旗提的时候 白旗先不要去弯 嗯 白旗比如说先跳一跳 先跳一跳 不管你在这边走什么 下面再走两手旗 估计黑旗就悬了 这个旗截止到这儿的话呢 会是一个 会是一个比较 比较神奇的变化 黑旗可能靠 就是这个变化 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复杂的一个领域 没有什么结果 反正大家就知道呢 就是先在这边下 然后等到节才有力的时候 再跟对方开这个节 就形成一个转换 对 但是这个旗呢 说句实际上话 我很难判断到底是谁好 因为黑旗毕竟在外面 有一道很大的后事 其实这几个子呢 对于黑旗来说 也不见得是必须要硬的一个节 比如说白旗 现在弯 黑旗提 如果白旗在这里 走这种比较损的节呢 黑旗完全可以考虑硬 可以考虑硬 你走的时候 一会儿黑旗再从这边搬去续节才 这个下法呢 应该说 不管别人怎么研究啊 就我看来 还是白旗 可能在这里 如果真用这种手段的话 可能风险会比较大一点 对我们把这个旗呢 回复到刚开始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 当黑旗 其实我已经有点看懂了 这个针子在哪呢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就是这个地方 很明显就是有一个断 有一个断 但是如果直接断的话呢 不太行 那如果直接断的话不太行 这些眼下还是只有选择这个顶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变化呢 大家要把它看成是一个 为后面所讲的变化的一个参考 实际上在眼下的这个职业修手对局中呢 这样的变化已经不会再出现了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拖是坏起 对 已经被改进了 已经被改进了 如果你拖 我们看夏成刚才这样的话呢 夏成刚才这样的话 再一顶啊 白旗这个如果不敢拖下来 其实这个旗下起来是有点困难的 对 白旗其实这边想追求的一个形状就是 如果它还是沾的话 我是尖到二位了 这个差别就很大了 如果我现在走这个 如果你还是走 我就不贴回来 我尖这个 这样的话你就不能顶了 对 你如果再顶的话呢 跟刚才我们可以 典型的相比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 气就不一样 对 这个形状呢 是刚好差了一起 白旗一拐 你再走的时候 一立一扑 已经死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尖和这个爬回来的 这个巨大的差别 体现在这里 所以说 白旗这个直接点三三呢 是 是一部非常有趣的旗 比这个拖要好的很多 那问题又来了 问题又来了 那点三三以后 黑旗应该怎么办 实际上这是一个 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那黑旗是不是都要虎一下了呢 对 黑旗只有虎 陈颖在这儿给大家讲解的是 定式的正手 但是虎的话呢 就有一个什么区别呢 当我拐的时候 你现在再顶 你现在再顶的话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等于是在这里 你冲了一下 对 还是撞气了 你冲了一下 这个旗 现在如果说是 看成你这个先手 用掉的话呢 白旗虽然眼下 还是不能拐下来啊 但是白旗在这里 打吃完以后 可以点这个 这是局部的一个 最新研究出来的一些成果 就是白旗的好手 如果你现在还是拐 黑旗断掉以后呢 刚才那个变化 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我的判断的结论呢 确实是虽然有结 但是还是白旗风险 非常大的一个结 黑旗可下 那这个时候 如果不能拐下来 只是这么普通的走一走呢 又不肯 对 这样肯定不满意 这个头被人家搬起来了 是 这个被搬起来 你下一手呢 如果拐的话 黑旗就跳 对 这两点 只要黑旗 这个拐跟这个跳 只要黑旗能走到一点 黑旗的形状 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形状 在后续的这个 中府的作战的 这么一个环节呢 应该说白旗 显然是要处在一个 防守的这么一个境地 黑旗还是比较有利的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注意看 当顶的时候 这个点是好手 这个点是非常有味道的 一个手旗 按照您刚才说的 那点的话 黑旗就想走这个 是 如果你现在走这个的话 它再拐下来 这个子就起到了 非常重大的作用 你现在如果再断的话呢 白旗就 这边你已经吃不掉了 白旗就单拐这个就可以了 或者就打吃也可以 就打吃完了 弯出就可以 打吃了红出来 这个子就起到了 一个重要的作用 如果这么下的话 就是崩溃了 就变成了黑旗一方了 所以这个点的时候呢 黑旗已经不能在这硬了 这个地方的变化呢 非常的有必然性 点这个的时候呢 黑旗不太好办 那现在走什么呢 黑旗如果普通的话 从这爬出来的话呢 白旗就可以拐这个了 然后如果你现在 你要弯这个的话呢 也是很痛苦的一个形状 它再跳过来 这个作战 对于黑旗来说 这两点 同时都被白旗走到了 后续作战的前景呢 不太乐观 对 黑旗上面的这个子 好像感觉这个形状不太好 那点的时候 莫非我还可以走这个吗 是 走这个的话呢 它就会跳 它就会跳 那我这个 是不是也要爬回来了 对 这个形状应该说 还是会比较难过一点 还是被拐了 这个形状 对 这个形状还是确实 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 总之这个点呢 确实是 首先是这个点33 其次 这个点33呢 起到了一个 逼你虎撞音器的 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与之相关联的呢 就是后来 这个点三子正中的 这么一个手筋 应该说 这两手旗呢 是非常好的 一个关联的手段 是 应该说 也不能说最近吧 一两年之前 其手们研究出的 比较新颖的变化 就是这个 但是陈颖 你除了这些 你除了这些变化 你还知道什么 相关的变化 你还知道一些什么呢 就在这个局面下 白棋 还有一些什么手段 可以下呢 这个时候啊 对 我好像只知道 这个吃了拖 然后直接点三三 对 如果吃完了以后呢 我们这里 最后下一个结论 如果这首吃呢 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点三三 应该胜过于拖 对 但是如果只知道 这些变化 这样 这个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 就是out了 是吗 还有更新的吗 对 如果你只知道拖 跟点三三的两种变化 真的是out了 现在年轻棋手会下什么变化呢 小尖这个 从来没见过 想都没想过 这个棋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正好今天有这个时间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相关的变化 这个非常的有趣 这首棋肩呢 是在两个月之前啊 是两位非常优秀的 年轻棋手下出来的 杨鼎心和李轩豪 下的一个非常 两个90后的小棋手 对对 发了非常有趣的这么一个变化 这个小尖很有力量 小尖真的 对于黑棋来说啊 如何应对也是很头疼 我们看啊 如果说黑棋 黑棋团肯定是不行的 对 黑棋团的话 白棋这地方 又可以直接打得冲出来了 如果是这么下的话 你单纯怕别人铺结 这一打得冲出来 你这个断不成立 不行 你这个针子 针子虽然引到了针 可是也没有用了 这个是最不能下的一首棋 那么我们看黑棋 还能怎么办呢 黑棋就虎这个 如果虎这个的话 白棋先吃一下 非常的愉快 在这个特殊的局面下 白棋铺结 铺完了以后 有这么一个 去哪找结呢 很舒服的结 这个结 靠无有角 应该说是一个 非常严厉的 这么一个结材 但眼下这个棋呢 黑棋还真的不能硬 对 黑棋不能硬 你如果硬的话 白棋一提过来 黑棋是没有结的 没结了 可能有棋友问 我这粘一个不是本身结吗 可是我打吃完提的时候 白棋也有本身结 这个棋绝对不能粘 粘人家打吃 你再一走 人家再一粘 还是不行 等于在被提过来的时候 不管你走什么 你搬也好 这个被白棋在这里 一提掉三个子 这应该说黑棋这完结 就输得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黑棋肯定万劫不硬 只能万劫不硬 只能万劫不硬 但是如果提掉的话呢 白棋冲下来 这个棋应该说 这也是巨大的 白棋好 因为黑棋所有的子都在这个角上了 白棋上面还打造一下 这几个子在外面呢 也还有一些作用 没有死掉 而这个冲掉 这个收获太大了 这个白棋全局明显是出于优势的 那到底应该怎么对付那个一路小间呢 这个小间不好对付 对呀 没有人下过 讲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们就稍微卖一点关子啊 停一分钟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棋里啊 看到什么呢 就是棋手的这种研究精神啊 真的是无穷无尽 像这样的变化 我小时候学棋在这个局面下啊 就是 就一个结论 就一个结论 这个棋白棋如果真子有力 白棋可以打吃完了冲出来 如果真子不力 就只有打吃完了以后去拖 拖一个啊 从此没有学到过任何其他的变化 大概这种变化在我脑子里 听了都有二十多年 直到前两年的时候 突然间我发现有人在下这个点三三 好奇 真的是好奇 点三三可以逼他唬一下 逼他等于多冲一下 早撞一气 然后竟然还能有这种点方的手段 当时我对这个 首先下出来这部棋 和想到这部棋的棋手呢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的是谁了啊 因为很多年轻棋手 一起来研究出来的 当时我对这些年轻棋手 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啊 这个 这等于是开创了一个新的记忆嘛 那至于 现在有人下出这个棋 有人下这个 对 我看到这首棋的第一反应是惊讶 太惊讶了 我也是很惊讶了 我也是前不久刚刚学会的 这个尖呢 确实不太好硬 团和这个长都 团和虎都不太好 这棋黑系只有长这个了 现在 哦 长这个 只有长这个 长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要牵制白棋 白棋现在就不能铺结了 如果你现在铺结再靠的时候 这个真不是结的 它结上 嗯 这个子长在这 比虎在这吃掉脚呢 对 也好得多得多 木树不一样 对 这个不一样 这样的话白棋反而不能铺结 那白棋不能铺结也没有别的棋下 你如果拐的话它虎还是差不多 你再铺它全都提掉 嗯 你打不着这一下呢 差别会非常的大 然后内盘棋的实战是怎么下的呢 非常的精彩 白棋先点三三进脚 然后黑棋虎两下 黑棋虎走 然后这里还一定要先断一下 这棋下的非常的有趣 断完了以后就是牵制你这个铺结 嗯 然后紧接着呢 黑棋又下出了 直接断 哦 直接就断 现在因为这里有一个子啊 这个尹蒸 这个蒸子是黑棋有力 直接断 然后呢打吃 跑 白棋奋腻 明知道蒸不掉 还要再蒸一下 哎 这个棋为了铺结做准备了 哦 再打一下 哇 再打一下稍微有点多了 再铺结 再铺结 对 然后就拿这个当结材 对 请我们看这棋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啊 非常的精彩呢 陈妍这棋是应该提这个 还是应该跑这个呢 这个时候 如果你来选择 这个还真的挺纠结的 我看着这两个真的都想走 都很大 我觉得需要判断一下 我的滴杆 滴杆是什么 滴杆的 中间拔花三十目 还是很好 嗯 这时候选择是对的 这个时候确实还是要跑 但是当它提结的时候 黑棋也没有结 那只能在外面走一个吃一个 黑棋这时候就吃 让白棋提掉 然后再吃一下 这个棋非常的惊心动魄 然后吃一下 嗯 再把这个提了 再把这个提掉 这个棋到底是谁好呢 还真的是难以判断 嗯 其实下场这样以后 我问了很多个职业棋手 认为黑棋好的人稍微多一点 嗯 所以到后来大家总结经验呢 实际上白棋没有必要把它打得那么重 再去 再去 循结啊 那就是少打一个 少打一个的话 那可能 这个 对 就让它提了 是吗 对 少打一下的话 比如说 现在先扑结 现在先扑结 然后等黑棋提的时候呢 就不要打 像刚才似的那么狠了 拿这个打尺子当劫材 这时候黑棋就没法硬了 黑棋只要把这个提掉 嗯 这样下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变化 让大家看一下视觉效果 这个呢 是最新棋手们啊 90后的两位小将 在比赛中下出的最新的一些变化 嗯 这个黑棋的这个角 确实也还是非常的大 白棋这三个子 开花开的正中央 也是收获不小 嗯 还是喜欢黑棋的多一点 哦 黑棋比较实惠 这个 喜欢黑棋的多一点 对 那这个棋呢实际上对于白棋来说 操纵起来就比较难了 白棋如果 嗯 早打吃一下 拿第四个当劫材呢 黑棋就把这个角就放弃了 嗯 就提到外面 如果说晚打吃 只提三个子的话 人家就把脚吃了 对 但是这个变化呢 虽然跟我们本盘棋这个 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实际上啊 实际上陈炎 我跟你讲啊 像这些变化 未必不是党一飞跟朴永迅 在斗智斗勇中间的一个因素 像这些变化他们都知道 所以当我们看 后来其实党一飞打入的时候 白棋并没有脱 我们虽然给大家再讲解 就是这个所谓引针啊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嗯 讲的讲的呢 就把这个最新的一些脚步的变化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但是实际上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虽然没有下出这样的变化 但是应该说 大家都是彼此互相牵制的 对 这些变化呢 他们肯定都是成足于胸啊 是啊 怪不得这个韩国棋手这么喜欢来我们中国来下围甲 现在呢就是在围椅的这个阵容中啊 也有不少韩国的顶尖高手 是 他是来偷我们的研究成果 应该说 因为确实中国的这个体制下呢 集体研究的气氛更浓厚一些 大家都生活在一起 集体的训练都在一起 那韩国呢 因为是一个相对于个人一点的 这么一个社会的一个性质啊 所以呢他们的这个集体研究气氛呢 相对来说要弱 很多变化 尤其是像这种大型的复杂的变化 真的还都是这两年 我们传到他们那里 他们才学会呢 对 我们这些都是90后这些小孩 真的是什么都敢想 就连一路牵这个都敢想 还有还有很多别的变化呢 是时间不够 我在这里没有办法给大家介绍了 实际上当黑棋打入的时候 朴永逊他实战没有去拖 他选择的是这个靠 依我看 应该他就是想在这个局部 避开与中国的年轻棋手 较量细节的变化 而把这个棋呢 尽量的导向漫长 对 把站线拉长 这个可能还是他这个擅长的 因为第一呢 本身朴永逊就以官子著称 是 朴永逊以官子和大局上的判断而著称 这个是他的技术环节里最强的一项 而我们刚才已经多次强调过的是 中国的年轻棋手呢 虽然在这些技术环节 与这种世界超一流的棋手呢 尚有一些差距 但是具体到某个局部的研究 那个中国的年轻棋手真的是太强了 对 真的是太强了 所以朴永逊 即便他这么大高手 他也不敢跟中国棋手 进行这种具体的变化 他选择是这个靠 对 那他这个其实从心理上来讲 我觉得他就是有意避开和我们战斗 对 所以我说刚才像那些变化 虽然跟这盘棋的具体变化 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但实际上对心理上是有些暗示的 这也是朴永逊 为什么选择这个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实战黑棋这个打入依然是不依不饶 其实依我看 我倒是觉得这个打入多少显得 还是有一些过凶了 就我觉得如果是我下的话 就搬了也很好 搬了力啊 或者搬了接也很好 就逼他补回去 搬了沾上 他就这么补 这样的话再坚定 这样也很不错 以后这个形状黑棋压一下很舒服 压完了以后二路还有个透点 很舒服 实战呢 他这个打入也不是不行 但这个打入呢 多少还是显得过于激烈 显得过于激烈了 实战朴永逊 这个搬完了一虎呢 很好 下得很好 很稳健 后面其实黑棋 还真的没有特别相关联的严厉的手段 比如说这个打入呢 可能是这个非常的凶狠 非常的严厉 但是实际上 当白棋简单的摆出一个搬虎 做出一个碉堡的造型了 在这里马步一扎 你怎么攻击呢 还是很难 有没有可能从这边下呢 我在想 但是这地方被搬了一下呢 实际上在脚上的这个 不管是实力还是厚薄啊 黑棋受损的还是非常厉害的 应该是投入了一些兵力的 如果这个时候在这个局部 没有什么好的下一手啊 这个黑棋不太划算 是 所以黑棋才继续冰一个 然后灭他的眼 因为总是觉得这边比较重嘛 实战的这部病呢 自身也很重 这部病真的 以 起码以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洗手来看呢 确实多少有一些过于偏激了 客观上来讲呢 从后面的进程上啊 我们也可以发现实际上 这部病看上去是气质熊熊 在主动攻击别的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呢 谁攻谁啊 就已经说不清了 后来我在 谁攻不到人家 对啊 我在后来自己看了后面的进程之后呢 在研究这盘棋的时候 我觉得黑棋可能跳这个算了 这个局部走得清零一点 这个病太重了 把自己一个子走上两个子 自己也很重 跳这个算了 我想白棋可能也不肯这么拖过吧 白棋应该也不肯 白棋如果拖的话呢 其实黑棋真的算了 黑棋走完了以后 就算怎么补一个都可以 对这个都跑二路边上去了 或者就这么顶了搬过去 这个也很开心了 其实 这个拖过对白棋来说 真的是不能接受的 嗯 黑棋肯定不怕这种 对 那这个靠能不能成立 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 这个靠白棋 黑棋是不是可以搬那个 从这边搬啊 对搬了几 有没有这样的手段 如果这个手段成立的话 其实对于黑棋来说 还真的是不错的 那我在想 那我在想 我去这个靠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爬一个呢 爬不着吧 爬不着 你如果现在爬的话 黑棋可能就走到外面了 就这个 让你活在里面 黑棋倒是不怕的 实战黑棋的这个病呢 多少 风险太大 嗯 因为白棋的头在外面 然后底下这个虎之后呢 又有一只眼 先手一只眼的 这么一个 一个眼型 主要是看你这个靠 那么能成立 但是我在家里研究的结果呢 是这个 这个搬了几度 好像还是可以的 还是很凶的 白棋很危险 白棋如果只是这么长的话 黑棋跳一跳 你这么爬过 他把这个子吃了 这个黑棋好 这个确实是黑棋好 对 那也没想出来 一时也没看见 还有别的什么办法 走在上面 走在上面的话呢 他打吃是先手 然后就从这里打出来 这个封不住黑棋 白棋应该 后续的作战前景 也不是很乐观 嗯 还得尝 对 还得尝 那他就 黑棋就压出去就好 总之白棋如果只能在二路兴棋呢 黑棋是欢迎的 这个局部可能 可能 这个党一飞呢 兴头正旺啊 这个状态也是正 特别好的时候 杀心也特别浓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这些 就是比较曲线的一些下法 既然已经打入了 他就坚决不能让你读 对 下他比较看似凶猛 凶狠 但是这手棋呢 确实是 后来黑棋在续盘阶段 陷入苦战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白棋跳出 方向很好 再靠一下 还是先手 下一手扳下来很厉害 对 现在 你这不是横并了一个吗 竖并一个 竖并一个 这也很凶狠 就是不给你二路拖过的机会 如果跳的话 黑棋这还有二路拖过 对 那这个杂丁出来以后呢 下一手这边飞 黑棋和这边靠呢 基本上是建核了 所以 从这一刻开始呢 在布局阶段 应该说 朴永勋占了上风 这是党一飞 这个病 他不够成熟的一面 对 出拳太着急了 这一病呢 把黑棋这两边分开了 确实都不太好处理 是 这个虎一下 是为了防这个挖断 虽然有些俗也没有办法 再振住 拐震 靠出来 对 这个拐震虽然留有这种味道 但是如果黑棋现在马上穿出呢 白棋就借着劲儿这么冲出来 这个棋实际上 黑棋是不划算的 他在冲 白棋就在长 白棋头总是长在前面 黑棋很难办 所以黑棋他选择的是这个靠 但是这个靠呢 应该说这个时候 黑棋已经进入难局了 白棋后面下得非常的好 白棋扳完了压 他是在补这个段 对 现在黑棋也不敢长了 黑棋如果再长的话 白棋这个头一长 你跳出来 然后再巡视一压 对 这个作战的前景 黑棋太危险了 黑棋应该说是完全的变成一个人逃跑了 对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黑棋真的是不见天使的一个逃亡 不见天使 这确实是前途非常的渺茫 所以呢 黑棋在这下的看上去有些俗 但是没有办法 他要先扳 等白棋扳的时候 硬的头皮也要 对 把这个头先扳过来 但这个棋呢 就稍嫌有一些勉强了 那不管怎么说 比刚才那个图呢 要好很多 应该说党一飞在这边 这个环节上呢 表现的还是比较的机敏 但是白棋 确实不能被人家把这个头给控制住 要控制住太难 那白棋呢 你要看 黑棋在这上面 气质熊熊的两个打入 但这个子还是被白棋给靠住了 黑棋也没有办法 只能够在外面占一点小便宜 但是总的来说呢 白棋这块棋已经活了 然后这块棋呢 底下有一只铁眼 上面 头还很长 对 白棋整体是后过黑棋的 在作战的前景上呢 应该说还是白棋更为有力 嗯 然后再从这边返加 是 这个返加呢 是先手 肩底 然后再长出来 这地方还是要有一些空 如果这个空完全不要的话 让别人打下来的话呢 黑棋等于走了半天 什么都没走到 这一点空也没有了 然后白棋接上 还要撑一点嘛 因为这边人家已经长了十几目 所以黑棋也要 这边也要撑出来点东西 是 所以呢 当白棋接黑棋再拐 这个时候双方的焦点啊 就已经不知不觉的从边角上抢到中央了 这时呢 双方最重要的就是看谁能控制这条线 这条线如果说 比如说白棋不管走什么大场 黑棋如果能够连续跳两下 让这边全都变成是黑棋的一个势体范围的影响啊 那黑棋行驶是好的 嗯 所以白棋呢 这个时候搬天元 这个是必争点 要抢这个头 如果相反呢 这边如果是白棋的话 那白棋的这个发展马上就不一样了 是 现在谁能够抢到这边的头啊 这是偏向于谁有力 谁的行驶就好 所以两个人一定要蒸这个头 对 白棋还搬 然后打吃 接上 再把这个尝出来 对 这个时候我们看飘映 在这种比较紧凑的时候啊 它的棋真的是一点都不松 看着这个头好像像是要被我蒸过来 因为你一打吃 我一打吃 我这个头就过来了 如果我走这个你就打吃完了 飞过去就可以了 就已经很好了 就已经很好了 这边都是黑棋的势力范围 然后白棋这边也没有什么作为了 但这个时候呢 飘映迅虽然他的棋风他不是特别好斗啊 但是在这种中府的这种大是大非的这种问题面前啊 他是非常的清醒 头脑非常的清醒 贴 对 该蒸头的时候 强蒸这个头 这部贴下的非常的好 白棋 黑棋也没有办法 黑棋只有斑 然后白棋再断 这个让黑棋挺难受的 对 这个斑 然后白棋断了之后呢 确实这个棋明显的进入黑棋的难局了 而我们在过程中啊 陈寅我们反省一下啊 其实过程中黑棋也就是下了这一步坏气 没有其他的坏气 对 这步棋好像太慢了 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形式上来讲 如果可以早的出一下头的话 就不至于现在这个头被对方控制 是 是 现在我们再先来看实战啊 这个时候黑棋实际上特别想先尝一下 如果能尝到的话就好了 如果能尝到再回过头跳 哎 这个头呢 黑棋就多少 至少是蒸过来一半 这就好了 但是很可惜这个肠啊 真的长不着 人家会断吃 是 因为这边太大了 所以这两个子啊 虽然是中央的齐筋 但是白棋也不要了 白棋从这打出来很厉害 对 这一跑 跑出来 黑棋里边太重了 对 这里面就没有办法再要了 你如果再跑的话 人家这打吃几下先手 还是把你封进去了 这个黑棋不行 黑棋现在如果吃两个子 白棋就走过来 哇 那这个转换 全死了 对 虽然这个中间开花有三十木吧 但是这个木是太实惠了 是 所以呢 这个棋 党一飞在这儿 我看新闻上说 党一飞在这里也长考了很久 对 十五分钟了 还是只能跳 没办法 还是只能跳 那后面的棋呢 白棋就 一本到了 非常简单了 白棋就推过去 哎 这个棋像得非常好 这个棋像得非常好 这个连推几下 对于黑棋来说 都是命令型的下法 任何的时候都不能脱先 什么时候被这地方搬过去 也都是受不了的一个棋 所以它要继续长 然后继续贴 长一下 再立 然后再贴 再贴 截止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棋啊 实际上黑棋一开始 这个病 企图对白棋展开的这个攻击呢 应该说是完全落空了 对 一点都没有见成效 因为白棋这块棋是活的 这块棋也是活的 是 然后白棋通过中斧的这个争夺呢 它控制的非常的好 最终还是白棋成功的达到了一个战略上的目的 把这边都给 铸成一道后壁之后呢 一看这边本来虚花花的地方 都要成白棋的失控了 对啊 想当初的这个什么挂脚这些 现在都可能都不敢下了 没机会了 应该说总体战略上来说还是白棋成功了 但是这个棋呢 应该说从现在开始 最精彩的也就恰恰还没有开始呢 后面的进程呢 会越来越精彩 然后黑棋把这个尝出来 这个地方是要寻求头绪的 对 不可能说这个空全都让白棋成了 是 因为白棋这底下是一只眼 这个黑棋的刺耳冲都是先手 白棋这块棋并没有完全的活进 如果能够利用上 比如说这边 这边能够走出一个先手来 走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实际上白棋这块棋还未必能活起 所以呢 黑棋直接走 当然不能达成目的 就从这边靠 从这边靠去寻求一些借用 然后再贴 再贴 白棋这边不管你怎么样 白棋是要先把这个大空围起来 先围起来再说 是这个大空围起来 这棋立于不败之地了先 对 虽然王老师说这块这个没活 但是其实就算我拿白棋的话 这块您吃我 我也不怕 我也吃不掉 但是不管怎么说 像党一飞这种斑呢 还是非常具拼搏性的气 确实还是在尽最大的可能的 给对手制造一些麻烦 混乱 对 你看这个时候 党一飞这一斑呢 确实 黑白棋这个段下的也很凶狠 白棋其实他也不太想退 对 白棋如果斑的话 可能黑棋这个挤啊 你还得往回补 你可能还得往回补 这个越退越小 这一会儿您还有个段 还有段 那我这补吗 现在你要是再不走 这块棋真的可能 会有一些危险了 我尖刺完了以后 跳点过来 这棋真的会有一些危险 所以这个棋还真的是 白棋如果要是软一点点啊 这棋是不是能引起来 也都不好说 对 而且斑的话 你这一手棋 就能走成这么好的一个形状 我白棋也不甘心呢 是 所以他这个段下的非常的凶 其实相对于朴永迅 比较温和的棋风啊 我觉得这盘棋 像他这个段啊 像这种贴完了段 已经算下的非常的凶狠了 其实即便是像朴永迅这样 很知名的棋手 在面对中国的90后 十几岁的这个小将冲击的时候呢 他也表现出了这种比较 怎么说的 比较积极的态度 对 他不可能就是坐在那儿就觉得 我是高手 我退一退就能赢 是 现在好像80后的棋手 越来越不敢有这种心态了 对 当年我们作为70年代的棋手 在跟80后的这些小将 在下棋的时候 就不能是这样的心态 那现在90后的实力呢 比当年的这个80后的实力 又强了不知道多少 对 又猛了很多 是 所以像朴永迅这盘棋 之所以走到现在 还能够获取一定优势啊 嗯 跟他这种积极的拼搏态度 还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啊 嗯 然后现在贴一个 嗯 这个贴呢 白棋不能再尝了 再尝这边被打出来 就是成常用手筋了 对 白棋尝这个 黑棋贴住 对 白棋再把这个沾上 这个白棋下的还都是不错 这个都是拼劲十足的 是 他也没在这边来补脚 是 把这个撑住 是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不补的话呢 黑棋在这里的味道啊 非常的浓 啊 他接的时候呢 实际上也是间接的在捕获脚上的这个白棋 嗯 接完了以后再想 黑棋再想刹这块脚呢 也 几乎是不太可能 对 也不能下得太过分了 因为自己自身也不是那么厚 是的 点这个 然后搬一个 嗯 这时候就不能再搬上去了 再搬上去 有问题 一会我做活了之后就要 反攻倒算了 是 那这样的话 黑棋在脚上只是获得了 不是特别大的便宜 啊 白棋毕竟整体还没有死掉 嗯 同时呢我们现在看啊 由这边推出一道后臂 再加上这边竖起一道后臂 白棋这块棋啊 猛然间就成了一块方控 对 那如果这都是白棋控的话 那就太恐怖了 等于说梅花手术啊 是 就占了一个心 这些都是黑棋帮忙 其实双方一手一手下出来的 是 那这个时候呢 毫无疑问 还是白棋行事出来有力的一边 对 现在点脚 这个脚倒是活 倒是能活 是 黑棋点脚的时候 白棋也没准备杀他 白棋如果这个棋不够了 非要杀他的话 就飞在这儿了 那又飞在这儿了 或者是我后的话 我有可能都跳在这儿 因为我是铜墙铁壁 是的 现在白棋对于行事判断 已经是比较乐观了 就觉得可以给黑棋活一点脚 嗯 黑棋现在也不敢爬 黑棋爬白棋如果立下去的话 这脚大概就真活不了了 真的吗我飞呢 飞尖 这个就活起来难度会非常的大 嗯 会非常的大 对 他点到这儿 点到这儿一挡是活的吗 那这儿一挡 他可以点这个 点这个 也很难活 不活 嗯 所以党一飞实战的选择还是对的 他搬 他直接搬 但是人家如果是真的跳吃的话 白棋把握有几成 嗯 五六成吧 五六成 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 平永迅来说 他的行事判断是非常好的 他已经判断出 如果你这个脚上只是这么 去做一个小小的打结活 他即便是这么拐住 让你活一个小脚 白棋还是赢的 白棋行事还是好 这个行事判断对于平永迅来说不难 哎 当然党一飞也意识到了 党一飞的棋呢 我觉得这两年进步真的非常大 在前两年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一起摆棋 那时候他还很小啊 我们组织研究会在一起摆棋的时候 嗯 他所体现出的那种鸡蛋树水平呢 确实跟现在真的是有天长之别 嗯 当然那时候我跟他下过几盘棋 也没有感觉 嗯 他特别强啊 嗯 那这个这两年进步真的非常的大 不仅是从他的成绩上看 嗯 战胜了很多中韩的这种顶剑棋 对手 就包括他在行事不利的情况下 他总是能够发掘出对手这个最薄弱的环节 来加以冲击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素质 对于职业技术来说 有这样的素质 就决定了他的这个冲击力是很强的 对 而且呢 其实我觉得啊 今年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些小将的势头都特别好 是 从这个最年初的王晨星的这个连胜 其实党一飞下到这一步 应该也有个七连胜了吧 是 从预选打起 然后又是32强 64强先赢一盘 对 真的是七连胜了 对 所以我就说这个势头啊 好像 今年我们从 从一开一年就连胜就特别多 是 是 对 这个时候呢 先交换两手棋之后 党一飞这个靠 这个靠呢 是最有可能又是对手犯错的一步棋 因为现在客观的说 如果对手不犯下什么明显的错误 这盘棋黑棋是很危险的 而我们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 朴朴朗逊实力的强大 党一飞只不过在布局阶段下错了一步棋 就是这一步棋下错了 对 后来被白棋整体控制的局面 黑棋一直是被动挨打 几乎没有反抗的余地 嗯 这个确实证明朴朗逊实力也很强 但这个时候党一飞这个靠 好棋 对我发现我们90后的一个小棋手的一个特点 就是无视生非 这个棋在 还是胜负感强 他知道这地方如果不动手的话 真的要输了 但是这个时候白棋这个打吃呢 也是防守的好棋 拐吃在这 然后再搬 对这个搬的时候呢 搬的时候 大家停这看上几秒钟 这地方白棋有好办法吗 有好办法 白棋实战这个冲呢 应该说是给了黑棋很好的机会 嗯 冲完了之后呢 这个棋就已经谈不上逆转啊 但是局面呢 就已经被追平了 被党一飞后来用手劲追平了 这个时候实际上白棋只要下队一步棋 白棋就 走这样吗 就可以停上来了 要再想走这样 要走这 如果朴远逊 应该这时候朴远逊肯定已经堵秒了 嗯 如果他没有堵秒 他能够计算出这步棋的话呢 这一瞻 应该说黑棋 所以党一飞再想逆转呢 就不太可能了 那我 还是按照他的思路想的话 你断他就接 你去这边 你现在是挤这个吧 挤这个他断进来 两气对三气 对 这气正好不够 你再正好让他一冲 正好是两气对三气 白棋还是可以快一气 哎 应该说这手沾呢 是一个职业棋手眼中的一个盲点 如果朴远逊真的能下出这手沾 这个可以打一飞 就不行 就很危险 那我刚才这个猴说的也一样啊 虽然骑行难看着 不行 不行吗 那我气一样啊 气不一样哦 人家这个沾是先手 你要补这个再打持 对他就不从这边走了 对 那就是这个唯一的一手 对唯一的一手 这个单接很冷招 很实际上是一部冷招 是盲点 但是很管用 应该说作为职业棋手在读秒的时候 看不到这种盲点啊 也情有可原 也正常 哦 那你说党一飞看见了吗 党一飞应该也没看见 也没看见 党一飞应该也没看见 其实往往就是这样呢 如果有一个人看见 他可能就不这么下了 对他不敢下了 他就不敢这么下了 对他肯定也没看见 他信心满满气势很足的 去冲击对手的弱点的时候呢 往往能够给对手带来一种错觉 像这个冲呢 很可能也是 但是乔永迅以为是唯一的一手剂 那这个断好手 这个断没办法了 下一手这边要双轿吃 对 白旗只能做这个 那这个被冲吃回来以后啊 白旗先死了一大片 这死了一大片 只有四十木剂 然后白旗在那边虎 虽然能够占一点便宜回来 但是总的来说 还是黑旗的收获是非常大的 对 毕竟这一块就突然间啊 这多少 三十木 这个不止三十木 这个应该要尖近四十木起了 白白长了四十木起 太大了 来再吃这个 这个煎一下非常的机敏 这个能不能我先煎一下啊 你先煎它可能会接上 你要是再敢爬回来 然后它这个收气 你冲走 这个白旗就慢一气了 白旗慢一气了 对 这个已经提在这儿了 这就是党一飞下的好的地方 确实白旗煎不着 白旗只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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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先煎一下是先熟 白旗要补齐在这里 然后黑旗再把这个再吃回来 对 这下完之后呢 我们一盘点啊 黑旗的时空是大大的增加 不仅这条边巩固住了 依然还是自己的空 然后在这里白多了好多墓 这旗呢一下就 虽然还没有完全的逆转 但是黑旗应该已经 重新获得了这个平等的机会 对又追回来了 所以白旗又不能放松了 对 它也不能吃在这儿 它一定要吃在这儿 对 吃在这儿是不行的是吧 对 吃在这儿很有危险 虎完了跳 这个上面有段 这个非常的危险 没把握吗 这边那么厚也没把握 没把握 它这个尖呢 其实 但是这个尖呢实际上也没补净 后来党一飞还有好旗 对 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 补活 尖完了以后呢 主要平昌迅没想到 黑旗这个力啊 实际上是暗藏杀鸡的一手旗 但现在白旗也没法再补了 再补肯定输了 他才要尖这个 尖这个 这时候党一飞 靠在这儿绝妙的好旗 很冷的一招 这手旗 确实是 现在如果没这个靠呢 仔细的判断形式是细旗局面 细旗局面非常的细 那这个靠 如果白旗在这儿 被黑旗占到一点便宜走的话呢 这起白旗就也都输了 对 所以我这边要怎么下呢 如果我跳一个的话 跳的话 如果你跳白旗 黑旗这一般 白旗就已经没办法了 这已经有个过 对你现在不敢打吃了 你只有团 但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黑旗赢了 然后虎这个 对你只有虎这个 但这样的话等于 黑旗白白抠走了 白旗有六七木旗的 这么一个巨大的目数 这么下的话 白旗肯定输 所以白旗呢 实战也很痛苦 他走这个 夹 这个时候已经有旗了 黑旗这个靠 几乎可以说是本局的胜招 对 这个现在是点 是必须只能点 但是还可以 从这个一路吃一个 白旗最狠的是立下来 但是黑旗接 黑旗接你再退 脚汉再一搬 活了 黑旗就活了 所以白旗这时候还只能吃 哇 那这个就白来一个结 白来一个结 这个结呢 黑旗如果打输了 只损一两步棋 只损一两步棋 只损两步棋左右 这些应该说 几乎是一个无忧结 黑旗找结 黑旗找结 然后咱这个提结就记着 好 白旗也找结 对 然后黑旗并一个找结 是 然后白旗这个段 对 这边的结材还是很多的 嗯 然后黑旗我搬一个找结 是 立这个是找结的好棋 双方就是这样 一人找四个结 那白旗找完这个结之后呢 现在再提回来 还是提到白旗手里 对 然后这个时候黑旗现在啊 形势已经不错了 黑旗只要收关就赢了 黑旗比如说肩 然后再贴住 哦 然后就算这个结就这么提了 对 这个时候黑旗是赢了 嗯 但这个时候呢 确实党一飞时间有限啊 他判断不了形势 他还是选择最凶的下法 他要杀白旗大龙 哦 他选择了这两手 他没有选择唯控 他选择了最强有力的 应该说这个杀大龙呢 还是有希望杀掉的 只是党一飞后面呢 下的稍微有点问题 好 当白旗靠的时候啊 黑旗冲这个是最佳的手段 哦 白旗断 黑旗就立下来 黑旗立下来 那这边我挖啊 对 这边挖毡的话呢 实际上黑旗就接上 白旗这只有后手一只眼 这个旗是杀掉了 嗯 白旗大龙是死了 那党一飞这个夹呢 是独秒生中下的恶手 如果输了的话 这个夹就是白旗 白旗这个夹好齐 只有接 对 然后白旗再冲回来 冲回来再一断 这个时候白旗已经 大龙应该说是已经活了 打吃 打吃 接上 再吃 对 黑旗这时候还要后手做活 哦 然后白旗 然后白旗这个提啊 是白旗 白旗这不应该提 哦 不提走哪 不提 白旗走这个也可以 走这个也可以 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那你就吃了把它断掉 你吃 对 你吃了断 白旗就打吃 就打吃完了 在这形成一个转换 哦 这样就转换了 只要黑旗这块旗活不了啊 就算吃了白旗这边的大龙 黑旗也还是输了 因为这边原来是黑旗的孔 对 这个结果黑旗是不行的 哦 这样反而不如刚才的维抗 对 但是呢 这盘旗应该说党一飞 还是非常的 不仅发挥的好 也比较幸运 白旗下出这个提 这是败招 当黑旗点到这的时候 这个白旗再想活 就已经很困难了 那现在飞 对 点 冲一下 就这个 靠下去 对 这个靠的时候呢 党一飞下得非常精彩 这个顶是好旗 顶完了以后呢 白旗已经没有活路了 嗯 嗯 我们看 后面呢 我知道就是黑旗这块旗 就已经做活了 对 黑旗这个冲过来之后呢 白旗眼位不够 对 你虽然分段我 但是黑旗一贴到这儿 黑旗已经活了 嗯 点 白旗现在反而是没有眼 对 冲 这个弯又是好手 这个团倒是先手一只眼 对 但是底下肯定是做不出眼了 但第二只眼呢 对 这时候搬在这儿呢 这个旗 白旗大龙已经死了 哦 白旗现在最强的手段 但如果是冲的话也没有用 嗯 黑旗继续在这儿退啊 对 白旗总是做不出第二只眼 对 这个整个大龙呢 就只有一个眼 所以党一飞呢 中盘获胜 是 那这盘旗呢 应该是我们中国小将 发挥很好的一盘 是 也是幸运的一个胜利 对 那好 那今天这盘旗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两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奇行天下 奇乐无求 各位旗友 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